大家好,欢迎回来 这个节目有点特别,因为不是讲军舞 这一节作为一个球迷,大家都很清楚 我做了应该超过30年的利物浦球迷 对今次利物浦发生的大事 大事不是拿冠军,什么都不是 就是他们的领队高普 最近突然宣布在季尾离队 这个辞职的新闻基本上是震撼了足球界之外 就是我们所有利迷心目中的 突然间很难接受这件事 我看着都差点想哭的,那一刻 我也很难接受,很难接受的程度 和我们被盈利停了九下日 都差不多了那一阵子 真的很坚强,所以这件事 最后我原本都想不讲 但我发觉真的抑眼不住,怎么都要讲 当然,除了情绪上的那种说法 大家都知道,我们一定会找一些原因 和其实利物浦在后高普时代 有没有机会都还可以重上高峰 那有没有人选将来讲 例如大家经常讲 包括沙比亚浪素那些 那其实还有没有其他人选更好 甚至乎呢,我们讲到 FxG呢,除了走高普之外 还有走一些人的喔 就是体育总监啊,那些又走 那会不会这个王朝会崩溃 那这个都是我们你们最担心的事 所以今天呢,除了我之外呢 我们就邀请了足球界前辈 大家都知道,我好朋友 何鸣呢,可sir呢 上来和我们聊聊天的 好,可sir你好 足球界来说,我是后辈来的 哦,没这么说 前辈的那些是阿叔啊 那些是何辉啊 那些是Keyman啊 那些前辈 哦,他们都是很传奇级啊 那些朋友 Anyway,可sir 我们都讲回呢 就是如果呢 今次高普这样走呢 首先第一个呢 我经常都想问的 就是 其实他走这件事呢 他自己解释啊 就说自己心力交损啊 真的很累啊 那是什么搞到他这么累啊 最近我又看过新的新闻 就是有个肢体语言的学家 就说他这段时间有些疼 有些残 有些牛逗的 其实56岁嘛 56岁身体没有毛病 就骗你的而已 那 其实做教练去到这些最顶尖的 这些比赛呢 比如你那天喊完之后 晚上睡不着觉很正常的 如果你整天晚上比赛日 都不是很睡得好呢 身体都是会辛苦的 那就是这些事情 就要看自己去调节 就是比如费格逊 调节了啦 你见费格逊很少喊的嘛 但是高普呢 其实高普近年都越来越少喊的 要留意 不过他都是要宣传激情的 那他那种的执教模式 是比正常教练辛苦的 嗯 就是他用多些能量出来 平时是吧 是的 那这个是其中一个考虑因素 但是你说他还能教的 他又不是说身体很差 那这个我同意 所以我就觉得 就是利物浦来到这一道 其实他搞了九年 他都要入更新换代的时间 那如果从头来过呢 就是你站在高普的立场来看 就是第一 更新换代做了两年 你就走呢 其实就很不负责任的 那变了呢 其实你都算了一条数 就是说我更新换代 我帮利物浦打上去好些 其实都要三四年 就是说去到整个阵容 完整年轻化 沙南不在了 有另一个人在 是苦风喚雨的 或者是重要的 每个位置都变成 雲迪克可能都不看树的时候 高普要再等 顶多四五年 可能他计算就顶不住了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其实现在准备入更新换代 他走了 给第二个去做 就更加是负责任了 我觉得他整件事都是很负责任 还有是有考虑过 有深思熟虑的 不是突然之间 有些揣差说 因为哪个啊 董事局有人啊 逼走他啊 逼走那些总监啊 教练啊 其实我觉得 我想多了 因为其实 九年他又拿英超冠军 有什么好咬呢 那些东西还 哈哈哈哈 因为九年 其实那个时间 真的老实不短的 就是你说 戈迪奥南都未去到九年了 暂时都 是啊 我记得 是啊 我记得 没什么需要有些什么争执的 也都合作的默契都有齐了 因为我总觉得 要兜他呢 去年都要兜他了 去年 对球踢到这样 是不是 那人都没事了 其实管理一层是信任他的 是啊 因为它前年充冠 充四冠 那上一年有些回落 也不是说死聚ję Eli 那 今年又打回到第一 其实是 他季初 Patreon 市会员 我也有说 就是利物浦今年成绲会很好的 因为双兵潮 照算就完了 那既然那么浪主 所以他那季 ơi 又被我说中了 很有趣的 今年我猜利物浦很準的 我不知道為什麼 但是我猜不到高普會走的 真的 不過前一兩年都有不少利物浦求迷問我 高普似乎都不會續約 所以我們圍內我們自己的group 都有些準備就是它可能都約滿會走 但是它約滿前一年提早離職 當然是猜不到的 這個也是 沒想過它都沒有懸弱走 還有它你這樣說 會不會之前都有網友說 FSC經常都不課水 搞到它有點心灰意冷 我說完我的影片之後 也有很多留言說 覺得FSC是不課水的 但是我們宏觀看回現在 真是課水的球隊有多少支 說真的 萬成都不算是 萬成是初段要將它由弱隊變成強隊 那一陣子拿了很多錢出來 將它放了上去強隊 它做了強隊之後 其實已經是收支平衡 不再怎麼泡水了 基本上都是正正常上 你說現在真的泡得很厲害的 它依然就是萬聯 但是萬聯什麼成績 你都看到 就是你要泡錢之餘 你懂得買也可以 一陣子都是這樣 買那些浦巴那些 一直以來做出來的那些東西都不行 但是反而你說不是很課水那些 那些萬成 那些利物浦 他們買的那些人是對的 很多都對的 很少說錯的 三千多萬買沙拿 沙拿 我和Larry一起去香港球場看 投資都不知道誰是沙拿 我們只是聽過名字 知道踢過車路士不是很厲害 看看怎樣 怎麼知道一來這麼厲害 原來我們在現場看 很震撼的 我記得我和你那次 你那時候是古天奴 挑個球給他入 投頂頂入那個 你看不見 哇 尖叫 買那些人 紋尼二千多萬買回來 變成世界級 你這些 哪有得講一番名牢 完全是名不見經傳的 名牢還要不是他買的 是上手羅渣士買的 其實都不是教練買的 是董事局自己搞的 其實 其實高普都有說過 他沒有權去干涉買什麼人的 他是不是只是說下他的要求就算了 那怎麼都開會會說 我這個位置不夠人 但是買誰 其實都很明顯不是他決定 這個我想他們都很著名 我們經常說他們都是這樣 Red Socks在那裡播 是 你說先怎麼聽 回答一聲 例如我們說 FSC 他那時候買紅蜜那對球 就是那對球 那種踢法 如果大家看Netflix Magicball那些 魔球 不比特做那一套 都是說這些數據性的做法 我一開始也有懷疑的 但都看到 教了這麼多年 加上高普 這個做法都不錯 所以會不會接下來呢 如果我們要轉領隊 等等 但是又看到他另外的那些 那些總監那些走 其實會不會 雖然你的方法是對的 但是短期的震盪都會很大 方法是對的 就是你找的教練 不是找的董事局成員 或者找的總監都會好 長遠來的 怎麼都OK 你說短暫震盪 那要看球員的心理 球員的心理問題不大 其實震盪不會很大 你看伯利頓那邊 都一樣 系統都是好的 撲達圍流下來 那個系統 跟著沙迪比去執 其實很快也都上了手 基本上好像沒有變過教練 是 所以我就 我猜利物浦的情況 會像白禮頓 多於像曼聯 曼聯 其實最主要是 費格遜走的之前 加拉薩家族已經搞到 已經是 混亂了 其實 董事局又亂了 又轉向 又不向足球風 向商業化 其實 費格遜都搞不定了 說真的 那個教練 都是受制於你董事局 很多事情 法律上 最後都不是很 不是很行 不是很坐得穩 那你後來 莫耶斯更弱的 那些事情就出來了 但是我覺得 利物浦的情況 就不是這樣 你至於 A.C.米蘭 現在你都是用美國 那種收支平衡 美國那種 其實都 現在是盛行這樣做的 因為你有FFP 你財政公平經濟條例 你有什麼事其實都很嚴重的 萬成其實準備制裁的了 說真的 埃華頓就扣十分了 再扣 所以 利物浦這種 利物浦是很安全的 他們的經濟 財政 不用怕 沒有這些問題 他們剛剛做了股份出去 有套現 但是他們說控制權 就不會放出去的了 這樣 是 OK的 我覺得他們搞 還有他運動科學 又做得好 喂 兩次互射十二碼 贏車路士 你以為僥倖嗎 真的 那些球員心理 他們有了準備的 有了心理學家 全部做 利物浦是成功 不僅是高普 當然高普的激情 吸引球員能力是有的 但是還有很多很多的範疇 甲甲萬力的製成品 才能出來給大家看 我講球 就是我做普通的足球評論 賽後評 我通常講教練的戰術 在一場球裡面 是可以這樣講的 但是你宏觀一季 幾季來說 就不僅是教練的功勞 也是的 還有我們看到最近 講遠闊一點 我們看到除了高普之外 近期另一個就是摩連奧 但是不同的地方 就是高普是自己辭職的 但是摩佬是被人炒的 那分別就是摩佬很懂得去拿 那些賠償 高普沒有拿到賠償自己炒 因為他自己未完約走 我一開始還在想 要不要貼錢走 我猜應該不用的 熱幕也不用的 應該不用的 他這麼出名 要翻算頭 要他貼錢走 應該就不用 不過我都見到他教球 就是教九年 其實都已經是很開心的了 我真的有見證著 我這樣講 我做了三十年以為 由他最低潮的時候 我開始看 看到現在 其實那個感覺都是百般滋味在心頭的 但是 又這樣講我可sir 現在的情況就是 現在高普走了 後高普時代 後高普時代 你又覺得 有些人真的可以擔得正 站得到 會不會需要有一些蜜蜜期 或者是有些無合期 那些會出現 其實選人那裡 就是剛才你說到 Fsg 照道理 方法對 就算選錯一個 第二個上 第三個上 都不會去到萬聯式的災難 出現 但是你覺得 當然大家都想 一上就上就最好的 或者上都比較 對路數的 有些什麼市場上 對路數的教練 真的不多 現在好的教練 真的非常之少 我的建議就是 不要這麼急 不要找太年輕了 就是明叔 沙比亞朗素 這些大家其實好像 頂頭大熱 但是我 其實你看看最近 很多球隊 找年輕的明叔 來教 我不見到有誰 是成功的 林柏 糟糕了 沙維現在都自己要走了 是 他們都是比較年輕的教練 你說唯一好一點點是 亞迪達 但是其實亞迪達 都是跟過哥迪奧納做了 也有若干年份的助教 是啊 就是這樣 起碼跟過明師 但是你說 沙維 林柏特 他們自己出來做 也沒有說跟過明師 你說踢球的時候 跟過明師 不算的 因為你球員時代 踢球跟教練 跟你做助教 真的坐在開會 搞那些戰術 是兩件事來的 教練是執行的 教練就是附下設計的 整個團隊有份的 你沒有進去開會 很多事情你不知道的 所以 亞迪達 他就比較好 因為他跟過哥迪奧 開過幾年會 但是 林柏特 沙維 他們自己出來做的 林柏特 教過低組別的英倫球隊 沙維 只是在中東那裡做過 而已 走過來巴塞 車路士 你看到是不行的 所以沙維 在利華教 OK的 但是 他沒有英銷經驗的 還有 沙維 會不會都是過早呢 這個都是要考慮的 蘇斯一查 也是糟糕了 是不是 所以 我不排除沙維一定有潛質 因為你看到他教理 現在在衝冠軍 怎麼都會有些實力的了 但是 會不會說你這麼急沙維上來 他不行 就立即一招喪 因為林柏特那些 謝拉特那些不行 一上去教英超隊 一不行 你現在的CV不行 基本上都沒有人敢再請你教英超隊 你講謝拉特 簡直之前他隔了隔樓的時候 大家都覺得 嘩 高普走的時候就到你了 剛剛好 無逢接軌 誰知道一架 時董維拉就現形 但是 始終就是 你會擔心 會不會太過急呢 當然 如果FFG 他的眼光是獨到 沙比利都可以的話 我當然是佩服 但是我 根據近年的這些 這樣的現象 我就告訴大家 甚至年輕的名宿教練 就不代表一定可以 甚至代表很大機會不行 最近的歷史見證 就是 會不會說你先找一些 比較有英超經驗的教練 先做著先 如果可以的話 當然沒問題 沙比都不急教你 你看到沙比 他都說他現在在尼華都開心的 你看到英超那裡 其實就是巴黎頓那兩個 前任後任 前任現任那兩個 其實就是一個不錯的考慮 現任那個就正在做 你要搶他就難度高 撲達 如果說撲達之前 他教車路士 他教車路士 那時候算不算 其實他都有點不幸 因為車路士 你看到後來就會換班主 直接亂奪奪的 其實就是 我有時候都覺得 撲達那個位置都很慘 撲達把伯利頓搞得挺好 是啊 把伯利頓由一隊中型班 好像帶到上去 都很頂尖的球隊 爭四 去年真的可以爭四 就是你看到一路對方 撿上去 其實都撿得不錯的 就是看著他 其實撲達是不是都挺好呢 當然 就是這樣 我自己講的那條片 有人誤會了 就覺得好像只講了 FSG的功勞 沒有講高普的功勞 其實高普的功勞 就是他的文化進來了 那種熱血 那種比賽的積極性 集中 其實前人中樹後人響 我不是說高普走了 不會有影響 而是說 高普下了一個很好的文化 而前人中樹後人響 現在的新教練下來了 董事公又好的時候 就可以發揮得更加完善了 所以我就覺得 為什麼高普走呢 不會有什麼態度影響 因為高普 他有個功勞 就是留下來 有份禮物留下來 然後董事局又是好的 財政又健康的 找回來的人很多時候都是適合的 教練下來 就是可以好好發揮 所以撲達當時的車路士是發揮不了的 因為董事局很混亂 球員剛剛埋了那些集體軍 其實買很多人都不是買得很好 車路士你看到有很多人是用不了的 是玻璃的 所以就說 我覺得 你只要找個好的教練 來到利物浦 短暫震盪都不太長 我覺得 可不可以買一個即食的教練 來安撒落堤 那些 貴尾走的 他一天又沒有班落 因為不是利物浦都在那裡 安撒落堤 我覺得更加是沒有震盪 因為他基本上是會 吃著高普那一陣方法 一直用著先 再見步行步不行 才少去調整 安撒落堤一向都是這樣的 所以安撒落堤來到 你就不用擔心了 但是問題是 他較不長 你都大 其實找個年輕的 都會好些的 因為我想著 如果你說 他11月的時候跟球會講 然後現在就公佈了 我都不知道FSC 他夠不夠時間找人的 所以我有想過 你不要 半年都夠時間的了 是 interview 最多都是做三四個月的 要不然就找安撒落堤 即食一季拿回歐聯也好 即食一季拿歐聯 安撒落堤 拿歐聯是特別有辦法的 就是看得出來 不過聯賽就不知道他怎樣 還不需要太大的寄望 是 是 這幾年 我覺得利物浦球迷都清楚 應該這幾年 不是說修成期 是 但是穩定 就是你主要爭著冠軍 打著歐聯就可以了 我覺得這樣就收了貨了 是 如果我們這樣說 高普 我們都會關注他 近來有很多消息 高普就休息一年 也不會再教英超奇特球隊 我都相信都會 但是下一站 現在很多人說 你說德國隊 或者其他 你覺得他怎樣呢 就是 即休息一年應該都是 就是我們 我們 段估他就不是斷你 就是普通條約 然後轉過頭去教德國隊 我們又覺得不會 一年後 當然世界有很多 就是不知道 一年後 德國會變成怎樣 你覺得他正在教國家隊 會不會有些浪費 其實他那套教什麼都對的 問題就是 想不想 即是德國隊 我就覺得不好 德國隊近十年最弱 你現在才教 是 你學一下斯丹 斯丹就最聰明了 他看了那對波得 他才去教 你說利物浦 斯丹可以不可以都可以 但是斯丹就不知道 會不會來英格蘭 他始終沒有什麼 這方面的歷史 斯丹能不能搞得好 利物浦 斯丹只有一兩招 語言不好 就不行 或者他 英格蘭生活不好 就不行 英格蘭不容易生活的 我們很多朋友過去都知道 是 濕到震 是 又冷又濕 天天開著秋濕 野食又衰 是 是 因為他吃慣好東西的 法國佬 不過斯丹 斯丹會不會只會縮後 我很擔心他的戰術 會的 其實不是很對的 斯丹麥土就 是 所以摩連駱更加不對 千萬不要 千萬不要 摩連駱好像有進過利物浦 以前 好像都 有說過 是 其實摩連駱以前以為自己搞什麼都可以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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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為那套東西是任何東西都對的 其實是 其實是不對的 很多都不對 是 其實他那套東西只適合國家隊 我都說過了 摩連駱 現在足球進化到一個境界 他就好像沒有了他的位置 因為他 是 葡萄牙國家隊 今屆歐洲杯完了之後他教了葡萄牙 我覺得是對的 是 那如果有沒有機會是高普真的教國家隊 摩連駱又教國家隊 你怎麼看呢 你覺得兩個誰高一線呢 真是 如果你高普遇上摩佬 即食來講就是摩連駱 是 高普那隻鴨壁都要花點時間去困 但是摩連駱那隻收縮就會快些成效的 國家隊來講 因為球員比較少見面 默契比較少 其實那些即食戰術會比較好 你會見到其實沒有什麼國家隊 是可以用控球載腳的方法拿冠軍 就除了10年和14年的西伯德國而已 但是他們是在用球會骨幹來打的 用巴塞骨幹 用拜仁骨幹 用拜仁骨幹 那對國家隊是拜仁和巴塞 但是其他的國家都是沒有這件事的 英格蘭國家隊都不是萬城骨幹的 是 所以其實沒有用控球載的方法去教國家隊的 但是反而你收縮摩連駱那隻是對的 對國家隊很多很多的 嗯 所以那套教國家隊 我都覺得他未必會成功的 因為那套東西不是他可以控制的 在國家隊 是 他那套太複雜了 他那套系統你沒有兩三年都 天天沒有的國家隊 國腳不會天天和你吃飯的 人家要賺錢的 都是 不過現在歐洲的賽事都密了很多 那些教球會很大 雖然球會是賺到錢的 但是他那套系統不適合球會 其實 他只要比球會的時間 是 那所以就 哇 魔佬如果真的教世界杯有機會 絕對有 真的有機會 魔佬 他會拿冠軍的 如果他教國家隊 他肯教他了 他不肯的 不知為什麼 那人工低很多 人工低很多 但是你還在賺錢做什麼呢 我經常都說 李嘉誠現在還在賺錢 為什麼 人家Eon Mars都不賺錢 唉 那有時候就是 你太精於計算的人就是這樣 就是你不跟高普 可能他覺得 可能高普反過來 只是講成就而已 錢都好 錢有就照殺 但是他第一 first priority 最重要都是 他覺得那個成就 例如球隊要做到某個事情 去到球會 去到國家隊又做到某些事情 錢不是第一 你去到這麼出名 就不是用錢去計算你的成就了 已經 譬如我們這些 還在打滾 還在為兩口泵池的這些人 當然 還想找多些 但是他們那些 我覺得 其實都不需要再為了錢 去擔心什麼事情的時間 就不如你想一下一些 可以成就的事情 這也是的 好 最後 都想問一下 覺得如果我們預測一下 利物浦 教頭就不知道了 不過照正路的教頭就不會太亂來 那你覺得 其實有沒有說 第一 現在他都算是要更新換代 因為我們猜 沙拿可能下年 會不會有機會走呢 又要來多次 又要猜 如果擺一個人去取代他 又可以擺一個什麼呢 麥巴比我就不覺得他是可以的 他好像是取黃馬 是不好的 麥巴比我 我都覺得不好 平衡那對球是平衡不了的 好像斯朗這些人過來 是破壞的 但是那個建設的 我都覺得 是戰術還是人工 都是破壞性的 因為 你現在欠個右邊 麥巴比會跟你打右邊的 麥巴比是打中間或者左邊 那就不對了 人工方面他太高了 沒有必要的 其實 利物浦的成功不是球員 是董事局找一個正確的球員 放到那個位置 正確的教練 還合作起來 正確的 他不是用球星背起球隊的人 是的 你覺得現在 利物浦對球 如何才能再衝擊冠軍 用NFG的球探網絡 我覺得 砌好那些位置 就是冠軍的 我覺得 你可以真的和哥迪奧拿 完全平起平坐 哥迪奧拿的級數 這麼高 或者 萬成都不是窮 不過 利物浦絕對保持這個方法 都會繼續是最有威脅到 萬成的球隊 亞迪達還是欠一些經驗 你找個教練 和亞迪達不要差太遠 都會繼續有威脅 對於萬成來說 亞迪奧那陣容深度 好像真的差一點 要再撿 對 攻擊球員好像不夠數 我就覺得 利物浦好多 利物浦五個前面 都夠用的 你說利物浦不用錢 其實都不是 你看到 他只不過是很聰明 譬如淨支出是不高 但是 他賣古天奴那些賣得高 是 你看看 賣古天奴之後 利物浦多爽 就是 古天奴去到巴塞 是 他們都會明白 那個球員不想踢 你不要強留他 留普巴 留哈利監尼 你最後就只有一個吉 哈利監尼叫海執花一億 普花一一點錢都沒有 人家那些就是不懂得搞 格拉薩家族 人家FSG就是這些 有錢收拾 先收拾 換雲迪克回來 多好用 整個後防線就可以了 一定收拾後防線 這些全部的時機 董事局做了出來 才能幫到教練 所以我不明白 為什麼人家說 董事局要勾 這些冠軍 全部是靠董事局 掌握買賣的時機 得回來的 你試試沒有雲迪克 你有沒有英超冠軍 你沒有勾聯冠軍 你有股天奴沒有用 你有股天奴 但是後防線死都是拿不到冠軍 聯賽真的要講後防實力 聯賽真的要穩定 平均實力都一定要有 你沒有理由 你聯賽你前面入十球 你後面輸回十球 利物浦以前 是 利物浦以前就是前面入十球 後面穿洞進回十一球 真的很麻煩 是啊 四比四那些我經常看的 利物浦現在沒有這些球 以前我經常吃救心的 現在不用了 現在就是這樣 現在熱刺就是利物浦的早段 你會看得到 是啊 都看得出來 是啊 有些像高普剛剛來教練 是啊 好教練 然後董事局開始反省 不過我不知道 熱刺那邊的董事局 會不會真的好起來 嘩 他那個主席一人不換都很難搞 是啊 我不知道 但是那個教練是好的 那個教練好的 OK 所以熱刺也是踢到挺好看的足球 是挺好看的 你最初就好看 高普那些 熱刺的就好看 就是這樣 是啊 那曼聯也想好看 但是曼聯的球員本身還不行 因為積了很多 都不是那麼好的球員在那裡 是啊 曼聯的問題我們可以之後再講 我想要再講的了 曼聯就 是啊 那今天就多謝可sir 接受我們的邀請 是啊 之後想多些來 和我們交流多些 今天也是我無緣無故Whatsapp 你問我做個節目 我說立刻可以 就是這樣 很簡單 你找我 請你吃一頓飯 好 謝謝可sir 謝謝 好 那我們之後 有其他的足球節目 就是Crossover 我們又再找回可sir 和我們一起聊 好今天來到這裏 各位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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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